中華豆腐被桑皮帶黑白香煎 像是潘達 像下來的紫荷蛋 做起捨不和飯達 宿醉要吃阿蘭 擠得炒麵 擠得醬辣 嘎嘶嘞都沒有理怪 拜託說個講話 今生跳那麼多氣勒 出身客家族群的牢蛇歌手Yappi 今年21歲 2021年參加選秀節目大嘻哈時代 與超群的實力奪得祭軍 在成為牢蛇歌手的過程中 以外讓他意識到客語音樂 缺少發展空間的困境 我覺得是喜哈 是從我開始創作的 我才發現這件事情是這麼重要的 所以我以前從小在苗栗 苗栗時期 基本上都是客家的 也不會覺得很一樣的 就大家都客家的這樣子 就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 一開始創作之後 就發現 就是聽很多音樂嘛 有他語的 然後有原住民語的 就在台灣有很多種 形式的音樂 就發現 基本上很少有很多客語 或老舍或其他的音樂 我覺得 我就開始尋根了 因為我覺得 我想做真事 可是我發現 我有很多事情都忘了 我就開始去找 記憶啊 就是把一些童年 或者是以前看過的事情 或是什麼 就把它連接起來 然後 跟一些客語 音樂權的前輩 去當表 去管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應該說 從 開始創作的時候 才是 我真的意識到 這件事情是 是多麼獨特 那時候 剛好在討論 大家的時代 那時候有一個叫做 在地文化的環節 那時候 我就覺得 那這個主題就是 就是很普遍bump的這件事情 因為就是 就是只有腦力很有 然後是在地的 東西這樣 我就 剛好 因為一直以來 就很想寫這件事情 寫這件事情 我從 一開始創作的時候 就會一直想要寫這首歌 可是我一直就是 就覺得 實際還沒到 實際還沒到 可是 當我比賽比到後面 就發現 這個感覺 這個 這個機會啊 那我就把這首歌 創造出來 棒龍是苗栗客家人 在元宵節時 會進行的傳統活動 在舞龍的過程中 用大量的鞭炮炸龍 希望能藉由神龍 帶來祥瑞之氣 以保佑人民平安吉祥 從小在苗栗長大的鴨匹 在大嘻哈時代的比賽上 演唱自創曲 棒龍 希望能跟全世界分享這個 來自中台灣的傳統文化 就像是 有一些客語很深的詞位 我也不懂 我也是 去問嘛 去問長輩 有一些很深 真的很深的詞 但 如果現在要做創作 或者是做這件事情 把它當成一個很認真在做的事情 就不是完美的語言 如果 你覺得是要相信自己 去專業 多花一點時間去做功課 把那些東西用 你覺得 最舒服的方式去唱出來 就像是 唱客家話一樣 那種爽幹式 你在用在你自己的語言 把它變成一個 真的大大耳機裡面在聽的東西 對 就是要夠相信自己 然後夠認同自己 只要不管別人做什麼 因為那些都是屁